好啦 這樣我們套完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 拆禮物 哈囉大家好 我是Kens 這次我們又來到 流長法中間過渡期 該怎麼流的特別企劃 第三集 如果大家沒有看過的話 可以點選右上方的影片 或是在下方資訊欄 點選 就可以看到之前的影片了 這次我們又請到了 昆和來到我們的節目 最近昆和一直跟我講說 Kens 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剪頭髮 這一次我們終於可以剪頭髮了 這一集非常的特別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昆和的頭髮 因為這幾年很多人都留那種 六四分 七三分的髮型 那這樣的髮型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在這個兩側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大部分留六四分 七三分的人 側面跟後面的地方都會剪短 所以這就會碰到一個問題 因為開始有人要開始想要 留長頭髮的時候 就會碰到兩側跟後面過短的這種情況 因為上面頭髮都比較長 所以這個中間就出現一個過渡期 因為很多的這個過渡期都不知道該怎麼渡過 這一次昆和終於留到了這個長度 因為前兩集 其實我們就差不多 應該那時候算是 呃... 小修小修 發現昆和這邊的髮型其實有點特別長 那在下擺的地方 我們也開始流出來了 那這一次 在第三集裡面 有一個最主要的重點 也是很多人留長頭髮 必須要注意的 這個時候就要有點犧牲了 犧牲什麼? 犧牲頭髮的長度 現在昆和這兩側的地方 其實特別的厚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我現在要留長頭髮 那我是不是長度不應該剪短 錯! 其實這個時候 我們要進入下一個階段 就是結構要開始做大重整了 上面這一區的頭髮 開始要把層次往上剪 那往上剪的時候 跟下面的頭髮 去做一個堆定 讓它做一個層次上的平衡 那這樣的髮型剪完了以後 再把整體的頭髮全部燙過 那昆和就可以進入一個長髮的 下一個里程碑 那我們又終於可以 好幾個月不用看到他了 哈哈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GO 那我們開始進入剪髮的階段 那很多人留長頭髮 通常會有一個疑問 很多人會說 我想要留可能都是等長的長頭髮 或者是有層次的長髮 那可是在中間這種過渡的階段的時候 我在採檢層次的時候 是否要跟我最終目標層次一樣 那我在這裡跟大家解剖一下 其實是不需要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今天如果你要留到 你的目標長髮的話 那你中間的過程 你不可能是剪你未來目標的層次 因為它完全結構 都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在中間的過渡期 盡量可以變換一些其他的髮型 來銜接未來要變長髮的 你最終目標的階段 昆河這一次的髮型 它會有一個部分做一個犧牲 因為大家可以不難看到 其實它兩側跟後面的頭髮 都已經開始留長了 但是這個上面的頭髮 其實它的層次非常的低 也非常的長 那我剛剛前面有說 我要把它做銜接 所以說上面的地方的層次 我會開始提拉提高 那把重心往上平 要不然我們可以從正面去看 昆河這整個髮型 它現在所有重量都堆疊在這個 耳下的地方 所以看過去 就會很像一個龜頭的感覺 那後面就會有一些長度 那這些長度就像龜頭後面 根部的地方 會有毛那種感覺 就會讓人家覺得不是很舒服 龜頭哪裡有毛 沒有 龜頭的根部 就在睾丸的上方 陰莖 對 陰莖根部 所以你不走去 這裡不是那個硬件嗎 對 那陰莖根部的那種毛的感覺 那這種感覺 會讓人家覺得 有點猥褻 那走在路上 有些女生看到 會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層次往上提 那我剛剛前面所說 犧牲的部分就是 它的層次上的結構以外 還有就是它的頭髮方向 那我們不然發現 昆河的髮型 目前來看 會有點前長後短 那我們開始要接 長髮的階段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個 前短後長的動作 做一個 見真高層次 那我們就開始囉 OK 我們現在剪完啦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昆河的髮型 應該很多人不難發現 其實看似好像已經變短 其實並沒有變短 是因為層次往上提升 所以看起來會變短 這兩塊的地方沒有那麼大殼 大家不難發現 整體外圍輪廓的長度 是長的 大家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你要留長頭髮的話 大家的外圍輪廓的長度 一定要把它留出來 尤其在過渡期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剪完了以後 我們進入第二個階段 就是燙髮的動作 昆河恭喜你 你終於可以燙頭髮了 那我真的期待這天超久 其實我們有一次有燙頭髮 就不知道哪一個人 把他整個影片都BAN掉了 我們也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要再燙一次 抱歉 沒事的 我們只是籌記在心裡面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GO 我要被一棒三 你還在大便啊 我還在 你拍片到一半是大便 我幫人家挫出來怎麼辦 那就挫出來吧 挫出來給大家看 好 趕快去大便 你都把全部錄下來 對啊 我要剪進去 然後就會有粉絲下面說 幾分幾秒重點 是 這髮型往後術超像忘情衰的 欸 可是我覺得很帥欸 對啊 我有時候就是我自己會把他這樣 拳後術的時候 就是 壓住這樣弄 有沒有洗完澡了之後 會弄一下覺得 喔 怎麼那麼帥 平常我也不知道怎麼這樣弄 就是我 其實他這樣子很像那個你知道嗎 就是日本的那種Yakuza Yakuza 是些 哦 就是他有種成熟的那種 因為日本人他們旁邊都不太推 他們會把拳後術 然後會有點髮味 老人家的感覺 帥到爆還留步 感覺 感覺要用油性 油性的髮油 好帥 咩咩咩 不要再推啦 蛤 沒事 如果更方便 推不完 推到很煩 不要再搞你撿寸頭 累死了 不要啦 還是可以來 還是要再撿啦 為無兜米而者 為無兜米則要 軟腳 沒有啦 開玩笑 其實每個人要撿寸頭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身材啊 服裝啊 風格啊 一定要先想清楚 再撿寸頭 好嗎 謝謝大家 欸 我會是 你穿這樣的類似 好 我們開始囉 不要唱客人 沒有啦 因為其實你瘦 你撿寸頭 會很像長逼嗎 嗯 當兵撿平衡 我們就 當兵裡面都男生 你怕我抓到牆 當兵沒差啦 當兵沒差啦 大家都聞那個臭臭的屌味 欸 以前我們洗澡的時候 三人一間欸 現在一人一間 乾 洗的時候 你就怕屁股 怕要怕屁股在裡面 然後轉身的時候 怕他屌碎一點 比較 要滑過去 逗了劍 你是當一年兵嗎 沒有 他12天啦 他補充病啊 跟我一樣 因為我搞完了三顆 喔 喔 博恩一爺秀 然後呱吉就說 他說我們男人 都有一件事情是 堅持不懈 每天都會做我自己 那 對啊 我不會每天打手槍 你會每天打手槍 我 我 我是不會啊 不是 他剛剛停了 你在吊他 OK 我們現在捲完啦 那接下來我們準備上一季 那上完一季以後 就等待15分鐘 GO GO 看起來蠻療癒的 好了 這樣我們套完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 拆禮物 噔噔 噔噔噔 喔 很帥喔 其實一看到我成熟味開始出來了對不對 我現在在沒吹乾的情況之下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種層次的堆疊已經開始連結起來 跟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完全不一樣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裡面的地方都看起來比較短 上面太長往下覆蓋 它一直還呈現之前六四分的結構 但是這個層次往上提升了以後 我再把所有頭髮的捲度 去做一個堆疊 大家應該就可以發現 已經中長髮的結構要出來了 正式的第三集是一個 留長髮尷尬級的轉類點的一集 那我們現在把它吹乾囉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他的頭髮 全部都是一個往後揚往後飛的動作 照著頭髮的方向去吹 那大家記得一件事 從髮根的地方往後 這個地方要注意 如果把這邊頭髮全部往後吹的話 這個髮型會非常的old school 80年代那種搖滾的髮型 但是我們現在是2019年代 所以後面這個頭髮要挖 往前吹 然後我來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GO GO 它頭頂的地方 你不要這樣吹就有這樣吹 你不要這樣吹 因為要把髮根吹痛慢 有耶 有這個感覺 變瀟灑了 超帥的 幹正面正面 超帥 不可以笑 好像在拍廣告 關門這個角度帥到爆 你看喔 因為他 他這個 他這條線非常漂亮 然後他五官非常立體 因為昆河的這個機制部位很像外國人 所以他留長髮超級好看 可以拍廣告 真的真的真的 木村昆河 GQ找我 你這超是留長頭髮 我算要想逃兵了 這邊頭髮都是往後 然後有點陽性 所以我說這一集是轉類點的 好讚喔 其實像這樣的髮型 光澤度如果強一點的話 非常非常好看 因為他會有王子的氣息 對比一下 跟昆河的臉 好 我們現在已經 吹枕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準備了 上髮型 那像這樣的髮型 很多人會以為吹乾就好 對的確吹乾就好 但是 就會少一味 既然如果大家要把頭髮留起來的話 其實頭髮也是身上有一個很好的配件 如果你今天買一雙鞋 你也好好要保養它 清潔它 造型它 穿出去人家才會覺得你很帥 那頭髮也是一樣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上髮型 那這個步驟很重要 所謂的帥哥 其實只是比別人再精緻一點 比別人多打扮一點 這樣大家了解了嗎 那我們準備上髮型了 這次上髮型 我會用兩種髮型來上 那我會先用比較乾的髮型 先把頭髮的底打好 那最後我們再用一些 比較有光澤感的髮型 做一些表面的質地 那我們就開始了 GO GO 來 中長髮的髮型 盡量不要選擇過分黏的髮型 狗在頭上會卡住 黏度不要太高 但是一定要乾 為什麼 我們要做打底 整體的塗抹均勻 來 我剛剛一直跟大家講 我說後面這個頭髮 為什麼要往前延伸 不往前延伸 我往後一收 那它整個的結構 會變成這樣子 很奇怪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大部分的人這邊是沒有頭髮的 不是大部分的人 所有人這邊是沒有頭髮 不會長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頭髮要拉出來去做一個延伸 讓整體視覺是平衡的 OK 你如果我喜歡你 那... 好硬 那我們會在外層再磨一些比較濕潤的髮 我自己都覺得好帥 這個塗料真帥 好了 那我們整個燙完抓完了 360度轉給大家看 到底有沒有變 其實大家看了就知道 這很適合拍廣告 我非常適合 因為昆河的臉非常... 昆河的臉非常的立體 大家可以從後面去看 就是我剛剛前面一直跟大家所講的 你上下一定要銜接住 如果今天你要留長髮的話 中間的過渡期 想辦法讓這個輪廓的地方開始留長 然後最後去做一個燙髮的銜接 當然最重要就是你剪裁一定要剪盾 要不然的話你怎麼燙也不可能那麼帥 那我們第三集就分享到這裡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什麼時候來進入長髮第四集呢 最起碼也要三到四個月之後 對 因為這個髮型其實可以hold很久了 那我們在祈禱三個月內 它不會收到任何兵單 對 那我就分享到這邊 那記得訂閱與分享 壓起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 這是一毛友 我看 舉起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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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更新鮮 都更新鮮 你們 個人 可以 又